岛内媒体2月20号宣称 解放军军机连续第二天多批次进入台西南空域 上午短短11分钟内4度进入台西南空域 同一时间在巴士海峡由美国海军EP-3E侦察机 以及P-8A巡逻机通过 由台媒统计 进入2月份以后解放军军机累计进入台空域16天 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岛内媒体依然在炒作 称现在解放军的军机啊 是多空层多批次的进入台西南空域 您怎么解读 这两个多呢 说明解放军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春季到现在各种战备巡航行动 跟平时一样在高墙做的进行 至少反映了两个问题 第一叫实案化 第二叫实战化 每种方案对不同作战平台的使用规划的很细 如果低空突防肯定高度不是特别的高 这样对海上目标对岛上目标都很好的打击效果 如果在中层空域进行各种空战行动 这也是主要的作战空间 所以不同的飞机它有使用的基本空间 这个范围呢它把方案体现的零零尽致 第二实战化 如果真的有作战行动 那很显然在不同空域都有各种机种出现 你像各种这个轰炸机一定是首先低空突防 然后呢采取低空或者高空投段的方式 对目标进行打击 像间接近轰炸机 如果对海上目标进行导弹攻击 对沿岸目标进行攻击 它高度也不是非常高 但如果在高空进行警戒 防止外部势力进入 那么这个高度是不确定的 所以不同的空域 不同的高度都有各种平台存在 它把实战这个两个字放得非常大 所以大致判断呢 从春节到现在 无论是平时假日 都有这种高强度的实战化演练 对于提高维护祖国尊严 维护这种主权领土完整的这种能力 有很好的效果 所以台湾现在反复炒作 大概也是非常心虚 如果不搞台独 不搞所谓的这些 这个其他的倒行逆施 就不会有多层次作战平台的 抵近飞行